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花莲县政府在今天在县府大礼堂 是举行4月份升旗典礼,由县长徐真卫亲自主持 而典礼中除了是表扬县府业务达人及这个圆梦团队 更邀请了新城乡公所及消防局团队进行标杆分享 许真卫、徐县长也其免同仁在各自的领域各司其职 而在工作上尽心努力发挥自我价值,齐心来造福祥礼 花莲县政府7号上午8点半并且在大礼堂举行4月份的升旗典礼 由县长徐县政府亲自主持,典礼当中除了表扬花莲县政府业务达人 圆木团队以及花莲县施工所、江湘公所 现在徐县委感谢县政府团队和乡县施工所共同来推动县政 达造快乐、美丽家园 要感谢所有的各局处几家人 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要对于我们的业务达人或者是员工团队 乃至于全国给予花莲县政府或者是各企乡县公所的颁奖 要在我们每一次的每一个月的升旗典礼来在大众面前来颁奖 第一个花莲之所以五星不只协服团队而是十三乡镇工所 一起大家共同的协心努力 另外班我们的业务达人和圆木团队不要轻忽每一个人的业务 不要轻忽您是科长、科员、专员或者是办事员 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非常之重要 因为国家有非常多新的政策或者是需要我们来执行的 但是可能相亲没有办法终止 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透过自己的业务而去做我们的很完整的宣导转达 让我们相亲能够很快的知道这个新的这个法律的颁布 或者是新的政策来推动 以免相亲在不适应的时候而务胜 我想这也是一个以慈心来给予我们相亲最大最大的协助 虽然许忽也感谢更香郑市公所的努力 推动地方建设与县府共同来推动宣政工作 让华林成为五星县市 另外即将迎接的94月24号将进行华林宣议会定期大会 宣服团队也做好准备相关资料 前往宣议会说明上半年度推动了重大宣政工作 紧接着由新产乡公所建设客客长欧阳金福 来向宣服团队说明新产乡四年多来的宣政工作 以及工作上的经验 以务实的态度打造幸福满坡快乐城市 说明新产乡重大建设的工作 记得终于华叔老